之前拍過一條影片就跟大家說過世人對攝影師的誤解 很多人都很有共鳴 今次我們又來個第二集 在開始之前又看一看你 我是Telegram開了Group 有興趣的進來吹嘴 連結就在下面的Description 今天講的第一個誤解 就是覺得攝影師吃很多女 這個誤解老實說 真的很多人都有 我不知為什麼會覺得攝影師吃很多女 但實際上 都是老問題 你的樣子如何 你的命運也必如何 有沒有食物就 看你英不英俊 英俊就比較多 不英俊就算你做什麼絲 你做髮型師也好 髮型師也好 什麼絲也好 都是沒有的 但無可訪問一件事 做這一行去接觸異性的機會 真的會比較多 例如拍攝結婚也好 天を約會 和旅行幾岁 十個八個 連醉了 可以接觸異性 就算是拍攝貨物 通常都是女性比較多 都會比較多 但又不一定有 我做了十多年攝影師 一定有被人這樣問過 亦都很公開地跟大家說 是沒有的 因為我第一天 出來做攝影師的時候 已經和我現在的老婆在一起 到了現在 所以就是這樣 第二個誤解就是買什麼相機好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當你做攝影師的時候 身邊總有很多人會找你問你 我想去怎樣怎樣旅行 到底買什麼相機好 或者怎樣怎樣 你注意一件事就是 我們做攝影師 我們不是買相機的 我們是用相機的 所以其實相機的規格 或者這麼多牌子 每年出這麼多相機 其實我們也不一定會留意的 我們留意的都是會自己用到的 例如說D5 或者比較高 高Gray的那些 因為太入門那些 例如說那些 一些無反 或者再入門一些 或者DC仔 以前 我們基本上都不會看的 或者有些人會問 這部好一點 還是那部好一點 喂 大哥 我又出了一部這樣的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就是 你想買車的時候 你都不會問過駕駛的士 當然 他每天駕駛10個8個小時 又不等於他一定關掉所有的車 當然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想問我買什麼相機好的 我都會 很樂於去搭你 如果我不知道 也有空也會幫你做一下功課 但是 做攝影師的 不一定很熟悉相機規格 第三個 就是 出了名之後 就會選客 究竟攝影師是不是真的會選客 我可以告訴你 是一定會的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 很多人會覺得我們選客的標準就是 美女就拍 不美女就不拍 當然當然不是 做了這行那麼多年 都明白一個道理就是 未必每一對 都會是狼才女貌 所以基本上 就不會選的 還有之前提及過 很多人覺得我們喜歡做就做 我喜歡不做就不做 我經常都回避一句 對呀我喜歡不做 是真的可以不做的 很多時候 但問題是我想做的時候 必然可以做 生意的有當然是接的 但為什麼會說到 攝影師會選客呢 例如去到一些年尾 11月12月 那些旺季的時候 雖然說是旺季 但一個月總是只有8天的weekend 結婚多數是weekend 通常會選什麼呢 例如有些客人找來 可能只有半天 或者一場晚的 或者下午很少的 可能我們就會想想 因為年尾那些時間 我要在weekend 接回一個 全日的婚禮 簡單說賺多一點 是很容易的事 所以我們未必會 真的去接一些 半日的婚禮 或者太少型的 浪費了那一天 本來可以賺多一點 其次就是 可能在 一些客人問價的過程中 一開球 就已經 聞到那股奶奶的味道 那些可能就說 可能那天我沒有期了 或者怎樣怎樣 這樣就 就蒙運過關了 但是那股奶奶的味道 遲些有機會再說 但是 做得 時間長的 就自然會聞到的了 第四個就是 你經常拿重東西 你肩膀和雙手一定很傷 這個 就搓不完 事實上我們真的經常拿重東西 但是肩膀又不是很傷的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都聰明了 都是用拖行李箱 基本上肩膀都不會長期很大負擔 相機 手拿得很久 就是對D-6的 因為重 這個價位 確實是會比較容易勞損 但是我會告訴你 做攝影師 尤其是婚禮或者event的攝影師 最傷 就不是肩膀和雙手 因為肩膀和雙手 你只要 比如說我 一些淡季 可能半個月不開工 或者一個月不開工 這樣其實已經快樂了 但是最傷最傷是哪個位置 很多人都猜不到 不是腰部 而是膝蓋 為什麼呢? 因為做活動會很明白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拍照都會在奔客前面 就是奔客和台中間的位置拍照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不會站在那裡 可能是蹲在那裡 常常蹲在那裡 即是跪在那裡 很多時候會有一個很長期跪的姿勢 可能一季就半個小時 甚至是再長時間 還有拍攝結婚 我個人比較喜歡低炒 先不要低炒會變肥 低炒絕對不會變肥 這是另一個誤解 但我比較喜歡低炒 所以拍一天結婚 我可能蹲起來會有幾百次 長期來說 對膝蓋的勞損就很大 我早幾年看醫生的時候 照X光 醫生已經說我 膝蓋有軟骨磨蝕 都很厲害 軟骨磨蝕 不是說你一頭半個月就會有很多 是要不停地等他 也不是說不會好 很多人以為不會好 只不過是很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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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慢很慢 有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變成追傷了膝蓋 所以如果現在還是你初初入行 膝蓋更好 就麻煩你親一下 盡量不貴就不貴 不蹲就不蹲 有空做運動 讓大腿的肌肉 發達一點去幫助膝蓋 那時候醫生叫我踩單車 摩法形踩單車之後 膝蓋大腿的肌肉發達之後 對膝蓋的問題也有很大的幫助 第五個就是去旅行一定拿大腿 這個又不是完全是誤解你的 有些攝影師是真的會的 只不過我自己就不會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點點吧 曾經呢 我初初去旅行的時候 我會拿一部D78 不堅持到 塞支24mm F1.8 過去就算了 我真的不是很願意揹著重機 因為你實在沒有心機慢慢拍攝 因為太重 你也不願意揹著 你也不願意揹著鏡 不願意放在地上再揹著 這是第一個問題 而且去旅行 多數都是跟女朋友去的 那拿大腿的話 你又可能要設置架 或者拍攝好一點 架開大腿 那你在一個位置 可能停留半小時那麼久 那旁邊一定會吵 那變了慢慢的 越拿越細 無方初出的Nex 3 EP 3 DECON 1 那些我都試過了 但問題就是 你拿到這些換鏡的機器 你自然就想拿多兩支鏡去 那你去到的時候 你自然有鏡在身 自然又想換鏡 這裡拍攝 你拍完Wideshot 同一個位置 拍完Wideshot 你可能又換一支85 又玩一下 那變了都是浪費時間 那還有呢 你慢慢會想著拍照 你享受不到當下的環境 即是活在當下的環境 那有時候你會選擇 就是回頭 就是坐定病 就是看一下日落 享受一下 instead of拍照 就是反正經常 就是放在Facebook 阿拉的 就是活到錢的那些東西 那到之後呢 慢慢就再輕便一點了 那就是大部RX100就算了 即使我去西班牙 或者很近的那些 譬如說 泰國 日本 等等 都是拿一部RX100就算了 那畫質OK 那尺寸不用說 大家知道是幾大部 那近來呢 因為跟女兒去旅行 就想再拍好一點點 那之後呢 就買了這部XE3 就打算去旅行用的 那現在拍片就順便用完 一機兩食 那就完美了 那今天呢 又跟大家聊到這裡了 如果呢 你也是做攝影師 覺得別人對你有什麼誤解呢 就歡迎在留言說 我們下條片再討論一下 下次再見 拜拜